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菠菜炒鸡蛋的好吃做法 这样做出来,口味清淡,不油腻,又营养又快速,还特别好吃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大把菠菜,把菠菜根洗干净 菠菜根很营养,可以吃,不要扔 接下来水开后,先加入一勺盐 再加一点食用油 焯绿叶菜的时候加入盐和油 这样焯出的菠菜,颜色会非常碧绿 菠菜里面的草酸含量非常多 菠菜越老含量会更高 所以在吃之前一定要进行焯水,不能偷懒 菠菜焯水两分钟左右,用漏勺控水捞出 捞出之后,要及时放入凉水里面,再泡一泡 经过这一步,菠菜的颜色会更绿,口感也会更清脆,更好吃 下面准备一只小碗,向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再加入一点点水用盐,给鸡蛋打个底味 冬天天气寒冷,鸡蛋黄也凝固了,所以要多打发一会儿 像这样打至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准备两个大蒜,先切片,最后切成蒜末 再切点姜末,最后切点葱花 切好后先单独装入盘中 现在菠菜已经不烫熟了,先顺着一个方向把菠菜根整理一下 整理好后再用力挤干净里面的水分 菠菜根朝着一个方向整理 这样在切的时候就很容易,切得整齐一些,不会切乱 切成长约4厘米的段 然后放到盘子里 下面起锅热油,先开大火 倒入食用油 油温烧至冒清烟,把打好的鸡蛋液倒进来 这个时候转成小火,因为鸡蛋在一瞬间就很容易炒老 炒的时候把煎至定型的推到锅边 使剩余的蛋液流向锅底 待鸡蛋液快凝固时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用铲子把它分成大块 分好后先把它倒在之前的蛋液碗里 下面再向炒锅里加点食用油 倒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把切好的菠菜段下进来 开大火,炒至一分钟 一分钟后加点食用盐 一点蚝油 最后再把鸡蛋加进来 快速翻炒均匀 就可以装盘食用了 这样炒猪的菠菜鸡蛋颜色特别好看 绿叶配黄花 吃着又清淡,营养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在冬天的时候来上一盘 特别的舒服 我家现在经常这样吃菠菜和鸡蛋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